如果你是胡人队的球迷 你一定要知道一个无能的管理层 对球队的伤害究竟有多大 20年夺冠以后 冠军团队被管理层莫名其妙拆散 而同样的事情 现在正在绝筋队身上丧演 于是绝筋队的教练团队 尤其是主教练马龙 那是彻底忍不了了 直接质疑总经理不思的操作 这些年的选秀 选的稀疏平常 除了一个布劳恩还算能用以外 其他几乎全是废柴 彩票一张接一张的瓜 全是那么谢谢惠顾 而且布斯在给决策球员合同方面 总是过于随意 合同年限不合理 往往还带有球员选项 导致最后球队不好操作 总是需要搭选秀权清理空间 结果这把拉来扩展底薪都不要的代归 依然是两年合同 第二年球员选项 都说持一千长一智 可是决心队总经理布斯 总是反复在球员选项这一个大坑里摔倒 我倒要看看明年 他需要付出什么资产来送走威少 要知道明年球队两大核心 莫莉和戈登都要面临续约 届时决心的每一分钱 都会显得无比重要 今年 没人留下波谱就是例子 如果明年再损失戈登 那估计 就算约记齐这么好的脾气 也要寻求交易了 这是炖刀子割肉 一刀一刀去掉于老师的着膀右臂 还不像胡人那种直接全拆 看看决心队现在的阵容吧 连一套完整的首发 几乎都要凑不出来了 还需要搭散个布劳恩凑书 一旦某个重要球员受伤 那后果就是致命的 至于替补席 那就更别提了 说是全联盟最烂的板凳都不为过 斯特劳瑟 小乔丹 沃特森 娜吉 威少 这种板凳球员不是我说 CBA球队都不屑于签 而决心队的总开支 其实在联盟里并不算高 仅仅排在第十七位 可谓突出一个该花的钱不花 不该花的钱乱花 要知道约记齐 那可是当打是赢的三届MVP 那是要冲击历史前世的超级巨型 这样无能的管理层 可以说 放眼整个MV历史 都是绝无仅有的存在 也难怪主教练马龙发飙了 你他妈让我当厨师 按板拆刀都不配 这不是坑爹吗 这不是坑爹吗 这不是坑爹 我那只在买 这种简单 可以说 就不坑爹 就不坑爹 我呢 我可以说 我要试 caus了